张华县政府积极推动双关守护食安 聪明纳税社区法律行动专车活动 首创结合消保官与纳保官共同合作 加强民众守护食安聪明消费的意识 实现公平课税与正义 那我们呢这个预防重与治疗 我们现在是主动出级 那我们先从八大分局各找一个社区 我们先去做示范的一个动作 我们希望把我们平常的食安的一些概念 能够带到社区 那从社区开始萌芽 那不断的发展出去 那特别是最近已经到了这个 即将要报税的时间了 那我们呢也提早下去 跟大家做一些税务相关的一个宣导 让我们的乡亲 在进国民应进的义务的时候 你自己的权利也应该要了解 那有些知识 让我们一些基层的人员 和一些长者能够了解 以及食安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很迫切 让我们一些继承的一些能源 一些老人能够吃的安心 用的安心 彰化县未来将分别在八大生活圈 办理社区巡回讲座 首场4月24日 在彰化市台风社区展开 宣导强化食安与税务 增进为民服务的效能 与民众一同守护食安 中央管府法界处 跟我们地方税务局来合作 就是我们的消保官 跟纳保官 跟我们管来的八小区 八大社区 来做守护食安 跟纳税者的权利 聪明纳税的基本的项色 让我们乡亲健康 陆税还可以允许 让我们乡亲知道 这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两个官 算是跟民众都没有距离的接近 算是我们基本 跟法律 让大家健康 要他还有薪水 我们会受理民众的 像税间的争议 然后他的申诉 或是他的层起 或是他要打行政救济 之前的一些协助以及咨询 就是我们纳保官本身 最主要的任务 严格食安把关计划 与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藉由小保官与纳保官 深入社区主动宣导 期望能以预防重于治疗的方式 强化宣导与服务 维护民众权益 共同营造 彰化成为幸福美好的希望城市 公益频道林俊明 彰化采访报导 彰化采访报导 彰化采访报导